百貨公司周年慶優惠贈品 买越多回饋越多 还有日本商品站要来增买器 希望能带动消费需求 各家的百货公司好像都一直在推 然后就是要一直推说 就是希望消费越多 然后就是送越多 景气差为了天然气 百货周年慶竞争激烈 但目标业绩各位数成长 甚至有百货客单价变低 拉拢小资竹 也有首坡业绩持平 毛足镜再努力评买器 国内消费需求减弱 加上出口不振 主技处公布第三季GDP预估 竟然不是保一而是负一 主要是商品及服务的输出 还有民间消费不如预期所致 从今年第一季GDP 本来还有3%成长 急速冷冻到负1.01% 六年来最惨 尤其向民间消费成长不到1% 比8月预测少了超过2个百分点 第三季出口更是惨淡 年减超过一成 出口又占GDP比例超过六成 台湾经济外冷内降温 消费没有增加 投资也没有增加 这种情况非常危险 特别投资不增加 劳动生产率很难提高 薪资也很难提高 今年全年GDP要保一 恐怕困难重重 就得看第四季数据 能否传来好消息 新政院也祭出 短期消费提振措施 但效果有限 学者建议政府应该提振投资 有了投资建设 信心回稳 消费才会回升 用对方法等待警细 全宴到来 记者谢军众 邱子玲台北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